2023年是柳宫深耕印尼市场的第18个年头 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行业周期下行 房地产市场萎缩等不确定因素影响 印尼这个新兴市场 对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来说 充满着希望和机遇 长期以来 柳宫和三家印尼经销商陆立同心 依托遍布各城市的25个网点 为当地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 并与其建立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通过提供设备试用 网点参观等服务 柳宫印尼团队证明了产品的可靠性 和服务的保障性 逐步打消了客户对中国品牌的顾虑 进而促成了印尼多笔采购单的签订 今年一季度 柳宫印尼市场销售量取得大比例增长 总部位于雅加达的煤炭行业客户 在年初向柳宫购买了起重机TC750C5 这是柳宫在东南亚的首台 75吨起重机千万级订单 也是柳宫印尼市场大吨位起重机的重大突破 11月21日 2002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发布 柳宫以销售额41.17亿美元 排在第15名 成为中国上榜的12家企业之一 排名并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柳宫还能在一众品牌中拔得头筹呢 印尼热带风情 四季接下 大家称之为赤道上翡翠 同时拥有丰富矿产资源 印尼又有热带宝岛支撑 但其全年气候湿热 雨季时间长 环境恶劣 给设备施工和设备维护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但这次购买高端装载机的 是印尼一家主营金属矿产开采 和加工冶炼的大型公司 虽然柳宫是世界装载机的一个 但依旧非常重视此次合作 多次派出实力强大的研发团队 到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 深挖客户需求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为客户开发了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此次 销往印度尼西亚的 是柳宫定制版五吨装载机 这是他们全力为该客户量身打造的 这批装载机配备了柳宫自研的发动机 扭矩高 油耗低 在传动系统上 柳宫专门自主研发了寿命长 效率高 安全可靠的传动部件 使得这批装载机的经济性 稳定性和高效性 完全满足客户要求 备受客户的好评与青睐 柳宫的装载机有多牛 柳宫为什么能击败卡特比勒 小松 三一 徐宫等巨头 拿下千万大单 装载机是工程机械中的大力士和多面手 它既可以用于公路 铁路的铺设 也可以用于水坝 港口的施工 还可以在矿山 煤厂等地方作业 装载机既可以产装各种建筑材料 也可以开挖矿产资源 还可以推运碎石 土壤 细砂 简单的刮平路面或地面 16年前 柳宫携带着他当时最先进的一批工程机械设备参加了 美国2005年拉斯维加斯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 获得了世界客商的瞩目 并于第二年就获得了美国医院集团11台装载机的订单 从此 柳宫打开了美国的市场 到2008年 柳宫北美的子公司在美国休斯敦挂牌成立 柳宫以此为依托 不断在北美市场工程掠地 柳宫在2017年的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上 推出了多款先进设备 其性能惊艳了在场的世界客商 获得北美市场的广泛好评 如今 经过十数年的努力 柳宫已在北美奋起 他顺利引进了CLG835H CLG848H CLG856H CLG890H等型号高端装载机 直接与美日的高端企业短相接 贴身肉搏 能与王者一争高下 可见柳宫自身的功夫十分了得 在今年的2021中国工程机械年度产品 Top50颁奖典礼上 柳宫斩获两项大奖 其中 柳宫的856EMax电动装载机 斩获技术创新金奖 856EMax电动装载机 是一款极智能管理和能效管理于一身的全新产品 它顺应了国家的低碳政策 节能环保 安全高效 为柳宫打开了智慧节能新时代 当今世界 能源危机 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 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而传统的工程机主要使用柴油机为动力 柴油发动机的能耗高 排放大 且效率很低 只有30%40%的能量利用率 这与世界的发展潮流格格不入 因此 电能驱动的装载机 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电能的能量密度高 而且清洁环保来源也十分广泛 得益于近年来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 电驱动的机械装置或工程设备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相比于传统的化石燃料驱动 电驱动方式可以用电池或者电网作为能量来源 可实现10%排放 极具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初 美国勒图尔勒公司就开始进行了相关研究 并于1969年成功研发出世界第一款电动轮式装载GL700型 此行装载机用装配的柴油发动机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 再将发出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来驱动直流电机 通过直流电机来带动行驶驱动系统和装载液压工作系统工作 实现了发动机与相关工作系统的机械结偶 增加了能源利用率 装载机的研发成功 深远影响了电驱动装载机的发展 从此以后 勒图尔勒公司对电驱动装载机进行不断迭代升级 实现了制动能量回收 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增大了轮胎的抓地力和最大牵引力 有效防止四轮打滑 当前 最新型号的电驱动装载机 还采用了开关磁组电机 有效减少了计划性维修问题 而世界上的其他公司也不甘落后 日立 沃尔沃 川奇 约翰迪尔 别拉斯等一批实力强大的企业 都加入到电驱动装载机的研发中 并且都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和型号 我国对电驱动装载机的研究比外国公司要晚 直到2010年 柳公集团才首次推出了自己的混合动力轮 轮式装载机 它采用了并联式传动机构和超级电容 能实现对发动机削风填骨 能耗下降了10.5% 但是工作效率却大大提高 我们聪明的工程师通过液压泵的压力 就可计算工作泵的流量 并结合加速制动踏板的工作情况 对液压泵驱动系统进行控制策略的设定研究 通过分析前后轴制动力的分配 以及制动器制动力与电机再生制动力的分配情况 使用模糊算法进行有关优化 最终获得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的最佳控制方案 工程师们通过先建模仿真 后优化设计加上充足的研发费用支持下 大大促进了电驱动装载机的发展 柳工的电驱动装载机已经属于世界一流 随着这几年国内零部件加工水平的飞速提升 采用国内同类产品的成本 远远低于采购西方零部件的价格 让柳工装载机性能不落后 但售价却更低 在世界装载机市场上各种工程掠地且无往不利 今年柳工既拿大单又拿大奖 可以说是硕果颇丰的意念 可有些时候越是高光的时刻 越是暗流涌动危机潜藏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统计 今年10月我国各类装载机的国内销量 同比大幅下滑 下滑幅度达到了惊人的19.1% 这不仅对柳工 对全国各家工程机械制造商而言 都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然而相比于国内销量大幅下滑不同 国外出口量却在稳步增长 10月份的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2.3% 这同样是一个信号给各家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当前柳工的整体发展还算稳健 但是他仍然面临着一定困难需要克服 柳工最终能否与化成蝶 机身世界一流工程装备制造商就看他的破解能力了 首先柳工的产品布局虽然比较全面 既可以为客户提供整套的系列化解决方案 又能抵御单一产品的波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但是柳工的各个产品发展并不均衡 尽管装载机的大单大奖拿到手软 但是其他产品的表现并不亮眼 这大大降低了柳工在成套解决方案方面的吸引力 其次柳工目前还处于全球布局的初始阶段 海外市场的开拓 海外渠道的建立 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 海外品牌的树立等等诸多方面 柳工尚未完全打开局面 柳工想要晋升世界一流 一方面需要攻下北美高端市场 以彰显其品牌和品质 另一方面要拿下印度 巴西等新兴市场 以保证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和生存空间 第三 柳工全系列产品的大型化 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且还需要避免同质化竞争 柳工如何突破高端装备 提升自我品牌价值 在国外巨头和国内同行的双重绞杀之下 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考验着柳工的眼光 决策和实力 庆幸的是 柳工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柳工通过收购了波兰HSW公司 民用工程机械事业部 全部资产和他下属的三家海外子公司 获得了瑞斯塔品牌的全部知识 产权和商标 这是柳工布局全球化的一个里程碑 此次收购 大大提升了柳工在装载基底盘 传动件等一大批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能力 并且还帮助柳工拓宽了销售网络 补充了产品线 之后 柳工继续收购波兰的CCN公司 CCN公司是世界级的传动系统制造商 在世界享有盛誉 柳工连续两次收购成功 使得波兰成为他在欧洲的桥头堡 帮助他迅速突破技术壁垒和贸易门槛 为柳工进入欧美高端市场立下汗马功劳 2019年 柳工收购了位于英国普斯茅斯的 CPMS工程机械设备销售公司的全部业务 这标志着柳工开始布局英联邦国家 希望以此为突破口 达入欧美高端市场 也彰显出柳工要实现全球化本土运营的魄力和决心 这个成绩已经足够亮眼了 但柳工并不会停下步伐 未来柳工将围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深化战略核心国家研发制造 供应链营销服务全价值链打造的策略方针 持续加大对各区域内重点核心国家 尤其是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的海外投资力度 在RCEP区域重点国家拓展新能源 智能化等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业务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柳工的出海征程 使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缩影 柳工海外业务的快速增长 也向我们证明 走向国际是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不畏艰难 求新求变 客户导向的柳工精神 也将鼓舞更多中国制造企业乘风破浪 直挂云翻 走向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